今天要講的是你們數學學過的 就是正比跟反比 什麼叫做正比? 正比就是我變兩倍,你變兩倍,我變三倍,你變三倍 這樣叫做乘正比 通式寫作y等於cx,c就是定數 比如說y等於2x,y等於3x 這樣的話x變兩倍,y就會變成兩倍 這樣叫做乘正比 那什麼叫乘反比? 反比就是我變兩倍,你會變成二分之一 我變三倍,你會變成三分之一 通式寫成xy,s乘以y等於c 兩個相乘等於定數 s乘以y等於10,s乘以y等於25 這樣的話就會成反比 我變兩倍,你會變成二分之一 這就是正比跟反比,數學上教過 有勾起你的回憶嗎? 有勾起你的回憶嗎? 沒有,我勾 那有圖形 正比的圖形就是這條斜直線 這四個圖形都是成正比 第一個圖形就是最正常的斜直線 然後右上角那個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有y的數字 左下角這個一開始有x的數字 右下角這個仍然叫做成正比 只是它是越來越小 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而已 但你都要成正比 成斜直線的就是一定要成正比的 那反比呢就是彎彎的 其實它是必須某一種特別的彎法才叫做成反比 別的彎法不叫做成反比 不過因為我們國中所學有限 我們都沒有碰到 所以我們只要看它彎彎的 我們就說它叫做反比 因為我們學的很少 人家彎彎是叫反比 但是應該是某種特別的彎法才叫做反比 OK 那麼參考書上經常跟你寫 什麼什麼什麼成正比 什麼什麼什麼成反比 這些通通不用背 理論上你看到公式就會背 你看到公式就會背 舉例D等V分之N 我們假設我們的密度是一樣 我們把密度寫作1 那你就發現V如果是2 M就多少 2對不對 這樣還就是1嘛 V是2M就是2M就是1 所以就表示我變2倍你變2倍 叫做什麼意思啊 我們兩個成正 所以就叫做成正比 成正比 叫做成正比 好 那假設我們是質量一樣 我們把質量寫作1 那V如果是2變多少 1分之1嘛 V如果是3變成1分之1嘛 這表示D跟V怎麼比 反比 這表示質量一樣的時候 體積跟密度會成反比 體積跟密度會成反比 那假如體積一樣呢 那G寫作1 好 M如果是2D就是2 M如果是3D就是3 這叫做我兩倍你兩倍我三倍 那邊叫做成正比 剛才的話你都可以看到一句叫做 什麼什麼一樣的時候 什麼跟什麼成正比 或什麼跟什麼成反比 前面一定有一句叫做什麼什麼一樣的時候 對不對 這是要告訴我一句話 凡事要比較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我們一定是什麼什麼一樣 才會有A跟B成正比 或者是假跟你成反比 一定有個什麼什麼一樣 因為凡事要比較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我們兩個比身要在平地啊 如果你在做的時候我們在那邊比身高啊 所以叫做凡事要比較要站在一樣的基礎上 一定有個什麼什麼一樣 一定有什麼一樣 剛剛跟你講過了 你需要背嗎 背說A跟B成正比嗎 不用背 只要背什麼就好了 背公事就好 公事會背 一看就知道誰跟誰會成正比 誰跟誰會成反比 所以背公事很重要 該會背的就要會背 OK嗎 OK